起先這個神明寺在金銀裡面 給那個軍事博士 不然那邊請到這裡 大地區廟 九州還是三百多年 高雄男子右昌元帥府 相傳救世正成功部隊 扎營的所在地 隨後左營和男子以待 延續為軍事重鎮 走進街道中 就能嗅到濃厚的軍事風味 當時字句時代裡面 很流行的這種巴洛克的建築的組裝 也有華人的這種的 閩南式的相關的互融的節奏 再看到右昌楊家的古厝大院 曾經出過武裝員和飛行員 更有百年保證里長家庭之稱 儘管如今不再風光 但歷史記憶隨建築物 助力在世人面前 在軍事方面 有去延伸到民間 去做一個遊物的使用 所以裡面有留了 我們這個民航機的 一個飛機的型號在裡頭 到日本離開之後 國民政府來帶來了大批的軍券 又開始另外一邊做營營的 我們所謂西半邊的那個 眷村 隨著城市發展 豐富的軍事文化 逐漸隱默在想弄裡 一群在地青年計畫用 左南軍部作為聯合品牌 那這次我們有一個發想 叫左南軍部的事情 就是要去喚起 我們過去的軍部的 產業構成是什麼 宗教的脈絡是什麼 那我們再結合到了地方學 我們希望用地方學的觀念 來做整體的爬梳 爬梳之後的目的 我們希望建構一個地方的生活品牌 以區域共好為目標 重新串聯整個社區 計畫讓市人得以再次潰探 隱藏在城市街景中的 歷史軌跡 目前這項計畫正在爭取票選活動 希望能獲得民眾支持 將票數衝到最高 人間衛視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